18岁那年,我从家乡到上海念书 这个城市真的很大,我从没想过在市区内两个点的距离能花上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在我的老家,从市区边缘的这一端到那一端,可能也只需要电动车花上一半的时间 来上海之后,我第一次单独出门,正碰上一个雨天 在下地下通道的台阶时,我猝不及防,摔了一跤 当时路过的人很多,却没有人注意到我 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人会说,大城市的人情太冷了 城市很大,注意不到个人的悲欢 没有人记得你,没有人在乎你 大家都自顾不暇 这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也没有错 那天我摔了一跤,不痛,但是觉得很丢脸 如果在家乡的小城,这时候可能已经有好几个人来问候我了 然后我会发现,他和我的亲戚碰巧认识 然后第二天,我身边的人就都知道了 昨天下午,在某一个路口,我用怎样的姿势摔了一跤 因为害怕每次失败的尝试都会弄得人尽皆知 不知不觉,就变得畏手畏脚 在上海的那一天,根本没人注意到我 从那时候我就明白了 在这里,我可以毫无负担地爬起来,继续往前走 在这座城市,没有人会记得你昨天的失败 明天,就是新的一天 这是我选择大城市的一个理由 也许未来,我会改变主意 但今天,我选择留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